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娱乐圈的十位明星去世时一度引起轰动,你若认识,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生老病死本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但是娱乐圈有些明星,去世却不是因为生老病死离开的,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走的时候,一度引起巨大的轰动,甚至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雪莉和张紫妍一样,雪莉也选择了自己来了,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生前,雪莉曾经多次在直播的时候痛哭流涕,并且表现极不寻常,但是当时很多人根本不在意,还以为她时期太多,结果到后来她离开之后才知道,雪莉的心里其实已经出现了疾病,而且她很有可能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才会选择了这么极端的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李勇,李勇当年医医时,病案很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一直到她死了,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有病,出国只是为了更好的治疗 她的死,也让大家明白,有些事不是表面这么简单,总的来说,明星也不容易,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的 他们的去世,能引起轰动,有很多是因为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也会面临生老病死,能引起这么轰动的,是因为他们的死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警示,能引起这么轰动的,大多是口碑好 人缘家的人,高以强,人生真的是世事难料,谁也是知道昨天还开心笑着的人,下一秒会这么走了,高以强的死造成了轰动,也让我难受了很久 看着这么年轰,这么高大的人,说没就没了,对他不熟的人都如此,何况他的家人,明星是一个站在人前光鲜的职业,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捞钱捞得轻而易举,但是,他们也是一个高压高危的职业,因为他们是和人气,和钱捆绑在一起的,稍微放松,就会有顶伤的人,于是他们努力着,压抑着,就算有委屈也不敢说出来 明星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崩溃的迹象,乔仁良,乔仁良去世的时候,也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在世的时候,乔仁良因为抑郁症饱受疾病的困扰,他多次在社交平台宣泄自己的压力,而不知情的网友则和他对抗,导致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乔仁良实在忍受不住痛苦,选择了自信来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这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梅艳芳,相信都不陌生了吧,她是香港娱乐圈里面,百年难得一见的影坛巨星,登歌谈天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2003年12月的时候,梅艳芳已是长辞了 因为梅艳芳在生前的时候性情善良,乐于助人,而且为人还特别仗义 所以她在娱乐圈里面的人缘特别好,而且好友众多,刘走华跟梁朝伟还有梁子琼等人为她抬官狐狸 而并以管外最引人注目,是赵文卓颂的花丸,上面写着死生之爱,一路好走八个大字 足以印证她对阿梅的一份真挚感情 转眼梅艳芳离开我们,已经有16个年头了 梅艳芳被称为香港女儿的演员,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无法调节与家人的关系 以至于在致命狐狸的名单中,都没有家人的身影 梅艳芳对家人的爱粉真诚,也很心酸 邓丽君,邓丽君离开的时候才42岁 这个年纪实在是太年轻了 在此之前很多歌迷都以为,还能再和她相伴20年 结果却让粉丝伤心欲绝 当时邓丽君离开的时候,医生检查的时候 发现她的脸上还有巴掌印 所以当时引发了很多猜测 不少人都觉得她不是生病死去的 很可能是被小男友打了,然后才并发离世的 李小龙,李小龙的突然离世引起的轰动 超前学后举世震惊,绝无仅有 可以看看相关的资讯,也可看看李小龙的生与死 这部纪录片,上面有详细的现场视频 出动了好多警察维护当时街上的治安 报刊杂志上,有关她离世的新闻消息 层出不穷,不听盖地,有关她离世的专刊画报 多如繁星举不胜举,她离世的消息引起的风动 波及世界震惊世人,她的离世,疑云重重平衣不休至今不止 张国荣,张国荣是个不可多得歌舞影视三星明星 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多年来单身,性取向模糊 可张国荣却从不隐瞒,大胆表露自己性取向 还在演唱会上红唇高跟鞋世人,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却在于人节这天从高楼坠下,令人不敢相信 这个传闻是真的,肯定是于人节愚弄人们群众 可事实上,是张国荣用他的生命最后愚弄了 所有的吃瓜群众,令人不敢相信,万分震撼 一代明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唇亡止寒,等不轰动 黄家居,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怕会有一天会跌倒 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响起Beyond 响起黄家居,1993年6月24日 在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的一次游戏节目上 黄家居作为嘉宾和一个日本的主持人,从几米高的高台上摔下来 黄家居头盖骨抠挫伤,而日本的那个主持人,因戴安全帽没有生命危险 黄家居就这样的离开了我们,家居去世那天下着冷雨 歌迷们从香海赶到日本挤在大门外哭,父母微伤欲绝 家居的葬礼轰动全城,但是没有什么大的形式 粉丝将近3万,香港万人街头,都在为家居送去 刘德华,张学友,张国荣,韩永林,一鸣,王妃,黄婉明,郭富城,王姐等纷纷到场 歌迷也获得允许进入灵堂 歌迷排队在灵堂前向黄家居鞠躬致见 最后也把他最爱的吉他带走了 在电台组织的纪念会上,歌迷们都是黑衣白衣 手上带着黑丝带,挥舞着家居的首饰 留着位唱着家居以往的歌兰纪念家居 麦克尔杰克逊,当好50岁突然去世 因为在文艺界的朋友,比较喜欢他的音乐 特别是MJ流行音乐的节奏感非常强 给人一种奋劲的感觉 浑身充满阳光味道 有时不玩的力气,不仅他的美国本土 包括世界各地都有感震惊 为了陪麦克尔杰克逊最后一城 为了看麦克尔杰克逊最后一眼 全球约有70万的人来到了葬礼现场 70万人有多少大家可以想象 70万人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到处是人 而他们还只是分散着生活 如果将70万人集中到一起 那场面估计用壮观是不足以形容的 这个人数可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葬礼上送行人数最多的一次了 毕竟参加世界名人葬礼的最多人数是25万人 是参加戴安娜王妃的葬礼 明星是直面大众的一种职业 并不是他们的工作多么高人一等 只是他们的职业特点既是如此 我们普通人也都是辛苦工作 没有多少人能够跨行业真正的去了解过别人的不义 但明星芝麻大点的事就曝光在大众的眼前 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自己职业的一部分 没有一个行业是只享受好的一面 病气坏的一面 就像我们的人生,酸甜苦辣皆有之 这点我们都要理解 所以,不要为了网友的态度或一句话 就去指摘 毕竟逝去的人是被留在了昨天 他们再也不能亲自为自己发声 为自己辩护 咱们看到的东西是咱们自己杜撰出来的 不要为了表达我们的意见 而再去二次伤害 尘归尘土归土 极尽繁华 不过一居细杀 就让脱离尘世的人安静的走吧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 注重分享 被开用文章因无法和时真实出处 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 会有版权意义的 请联系后台 我们会立即处理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 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请不请不吝点赞一眼